好的,观众朋友们,我去参加一个比赛吧,我这车子改了 之后呢,都没有发挥它的性能,觉得有点浪费 我们去看一下,这里有一个 那个赛道远吗? 挺近的 哇,这个鱼打下好真实哦 这不会是越,哦,不是越野 我的天呐 这个飞起来了,对不起 来 我的蝙蝠 都已经刮成这样了 这个魔其实有点像那种 什么来着 电光灰啊什么的,好像其实就有点这样子 哦,是吧? 有一点,电光灰嘛 它这个是电光粉吧 粉白粉白,它没有的,不是,它电光灰它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哦,那个是电光灰 那这个是战斗,战斗灰 反正乱七八糟的一通,一通给你那个什么,对不对 名字嘛,起的,啊 名字现在起的是越来越花里巴拉了 对,花里胡哨 大家都是,今年还有很流行那种极光 极光? 不是,对,哎 我说到极光,你没必要这么激动吧 不是 我刚才不小心把那个 那那那那,什么来着 按错了,你知道吧 嗯 我按成了加速了 其实我应该是那个什么 刹车 哦,刹车当油门,你知道吧 我犯了一个女司机,经常犯的错 别把什么锅都往女司机设上来呗,好吧 哦,不好意思 那上次那个,那个节目里面 把那个车头刮坏的,好像也不只是女司机的 那是节目吗 节目的,节目是节目的,对不对 那群人,那人家也是个新手啊 那是新手,新手不一样 我说的是那种,有些女司机啊 他虽然已经是老手了 你别这么说 好的好的 这得分人 也分人哦 对啊 我只说大部分 那也得分人 哦 也是 当然男司机里也有很蠢的 这就是看天赋,对不对 说到天赋,我就想到有些人 有些人是真的不会的 嗯 有些人真的是 傻搞的 哎,我记得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什么新闻来的 我想到有个人好像是一个小伙子租了一台法拉利还是南波基尼的,对吧 租了一个月,然后呢被他车撞了 租了一个月? 对 对 从哪里好像跑到了内陆一个城市,然后装了 不是,他租法拉利这种车子还跑到别的地方去 对 不知道啊 我当时的新闻上看,他说他是那边租外 那他最后是赔还是怎么离 小伙子哭了 肯定哭啊 因为定随好像是什么几百万对不对 几百万对 对啊,法拉利的 他说我这车是租的 是,很尴尬 确实很尴尬 所以租 我觉得像法拉利啊,什么的,南波基尼啊 我觉得这些人心真大,是吧 胆子很大的,租这种车子就一点都不慌吗 诶,有些人就是为了租车,然后去那些学校找妹子 辽妹用了吗 哦,辽妹没错啦 就是说这种是他们大部分人就是租过来的用途嘛 对 要不然租这个车 要不然租这个法拉利这些干嘛呢 对不对 一天要一万多块 很年轻 嗯,便宜一点的也要五六千的 哦,对 几千块起步 对啊 他租一个月可能稍微划算一点 但是呢 毕竟是租的嘛 毕竟是租的呀 家里可能不太允许才买这种车 那大部分家庭都买不了这种车 对不对 嗯 租是可以 我觉得租过来体验一两天就可以了嘛 然后谨慎一点 对吧 不就行了吗 非得这么搞 也有可能他是装一种那种高富帅人设 哦,人设 通过这样子来泡妞,来撩妹 对吧 骗子 那说边就是这种人 说边还有可能是个骗子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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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啊,有这种人 但我不是说这个人是骗子 我说有这种 这种租车啊 当骗子的那种 以前不是那种电视剧电影里面都会有演那种叫什么 以前人啊 就是那个主角 或者不是主角 或者是男 或者是那个里面的那种反 那种渣男 一个渣男 然后租一个车子 嗯 租的 骗 骗女主 骗女主 然后女主很伤心这样的 嗯 女主以为自己绑上了高富帅 结果发现 对面全都是租的 对啊 那么问题来了 你到底是喜欢她的人 还是喜欢她的车 或者直白一点 你到底是喜欢她的人 还是喜欢她的钱 图钱还是图人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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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穷人那叫善意的谎言 如果叫穷人装富人 那是个恶毒的谎言 你对我有所企图 对好像吐他什么似的 其实他也啥都没有 对吧 你当时相信了他是吐他的钱 对吧 然后结果他说了谎之后 你感觉好像他对你有所企图 冲呀 冲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对吧 我用他拿到了第一名 怎么搞的 拿到第一名没反应了 你看是个小姐姐开的 对是个妹子 妹子背后是一个 汉子操控的 那你到底是个妹子呢 这你一下要搞妹子 我其实用角色一般都不用妹子 你知道吗 就这么的直男 是个妹子操控的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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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